蔡英文 这个是蔡英文自己讲的 蔡英文说 过去大选里面 民进党从来没有在选前六十几天 就在民调上跟对手打成平手 因此他很有信心 而且这次的大选之后 新竹就不是民进党的艰困选区了 他说的是什么 过去两个月 选前两个月 不要打到变 其实有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也会影响选情 是这个事情 对不起 这个事情 老委会说 多少人放无心价 说十二间 两千八百人对不对 结果有一个 对不起 应该是这一个 有一个叫做电资工会 电资工会 电资工会 说不对 说只凭资方通报 那是官方在粉饰太平 因为电资工会说 其实是无心价有六十三家 有三万三千人 其实他真正是三万三千人 三万三千人受影响 这样子 还多六三三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为什么是电资工会 因为都是电子业 电子业在哪里 在新竹 电子业在新竹 要小心 我的了解是新竹里面很多都放无心价 对 放无心价的人 你的心情是什么样 你会投给谁 我感觉这有影响 新竹 其实 你了解无心价 你去问谁你知道吗 问在竹科附近 开小吃店的 开这个 自动摆店的 开卖一般五金百货 你去问 因为 刚好有一个朋友 他是做这个旗车的东西 他常常走新竹 全国走到头 他确定会跟我说 他说我今年八月 去到新竹 在竹科附近的旗车行为时 我感觉 生理怎么这么败 他问老闆说 怎样都没生理 他说竹科的人没来上班 旗车没来上班 怎样没来上班 其实八月就有人开始立刻无心价 今年八月 我们的老委会到当时才跟我们说 十一月才正式承认说 现在有厂商再放无心价 其实早在八月就有人再放无心价 其实那当时不叫无心价 叫你把这个年休价 放完开始消化一些累积的价值 其实那个就是变相的无心价 你这样继续承下去 有人预测说明年一月选后 压力过会爆发 为什么压力过会爆发 很简单 现在要算计了 你会记得吗 逸光 逸光的老闆说 我后来要开始承无心价 结果第二天驾吞下去 什么原因 什么人叫他吞下去 现在我的研判 这个政府用尽所有的力量 把你押掉 把你押掉 但是他要押到悬棋 一月十时 悬棋算了我没关系了 悬掉爆发就悬掉了 悬出的人不关你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预设说 贵你会爆发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嘛 是 那我们再看 所以有一个求职网叫YES123 应该做一个调查 说上班族认为无心价 比报导还要严重 说大选之后会宣压力过 元月份会爆财源潮 那他这里有说 调查显示 如果无心价越演越烈 将有三分之二的上班族 不会投给马英九 近七成认为若无心价风暴 在大选前无法有效压制 马英九将会落选 所以我要说的是说什么 说上班族 建主要影响很大 这当然是人民最贴身的问题 这是我们本案的问题 我觉得台湾在统计这个失业率 有一个地方政府一直不敢公布 他没有按照区域 甚至于族群 如果说政府公布 如果我们准备4点几 4点多来讲 在台北市可能不到4 可是你到中部可能就5了 你到南部失业率可能6 民进党拿到的资料 原住民的失业率是9% 所以你看他们过去是怎么支持 他妈英九 那马英九你怎么回报 这些热情支持你的选民 尤其我们刚才说的原住民 花东怎么可能会出现那种状况 那选票是3比7 民进党有时候拿不到30% 那马英九是秋风 少路验70% 结果这段时间以来 连灾需也做不到 那你答应原住民的 连最基本的相关法律 一些要补贴的基金 甚至于 头脑都找不到 我不知道来宾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 我今天刚好忘了带 是内政部自己通计的 你知道现在空屋有几间吗 150几万户 厉害 郭文贵人厉害 空屋台湾现在有156万间 他说空屋率有多少你知道吗 空屋率有20% 我记得差不多两下左右 就是五间房子 你看到五间房子 有一间是没人住 但是那间没人住的房子 还很爽爽 你越看越厉害 我都买不去 怎么会贵人都没人住 这是内政部 他调查公布的 有的人是不跟内政部 不能说的不知道 比这个所理有点高 你如果说 怕你无薪质 还有手业的这些工程 很多 留意又骗白石 最怕 国际经理会怕你说 全世界失落十年 跟这些上班说会很慘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信免 你不要去平时 会把台湾里面骗过黄金十年 刘亦如说明年景气恐怕内外都能 都能 你反正十年要从哪里来 这是转世感 洪志士 你就加买一间外套 没办法 不能啊 所以上班族你自己听得好 这个是转世感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 如果马英雄你拿不出办法 老委会又这样在欺骗的时候 你说你这个政府要如何 相信他给你解决你的问题 你看 这是台经院 你说你本来 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多少 大家看 台经院今年经济成长率 从5.7 本来预测5.7 下修到多少 4.6 4.6 预测也太不准了 差1% 1.1% 差2分 说了 景气滑落保五梦穗 明年更低 明年多少 4.2 好 沒關係啦 说实话 经济不要这次事实 我们不能苛责嘛 总统 因为全球确实我们受影响 其实我要说的是 你的六在哪裡 六 我那个 六十三家 失业三万劳工 六十三 六十三 好 我觉得现在这个经济预测 越来越跟民调很像 民调可以 从十几% 18%到11 11下一次搞不好到3或4 哇 经济预测也可以从5到4 我觉得这样搞 台湾民众 真的不知道怎么看 前面我们讲无薪假 同意 这才是重点 压得住吗 好 就算压得住 一般老百姓 一般三帮族 没有那个感觉吗 没有人会觉得明年会冷 我跟你讲 大家都在做准备 大家都已经警惕到了 可是我觉得不要怕 我觉得刘一伦你错了 找盛智人去当金监会主委 没问题 宏毅 你冷对不对 内外接冷对不对 两个晚上让你烧两亿 看你热不热 宏毅 我真的很难想像 烧钱取卵 对 两亿元 这样烧好两个晚上好 宏毅那个火应该蛮大的吧 你在冷 没关系给你放烟火 什么建国百年 骑脚踏车放烟火 冷吗 让你热起来 宏毅这些东西 你现在越做 那些现在在紧张的老百姓 紧张上班子 越看越觉得不顺眼 是 我们营要很惨 你现在在烧钱 所以这个观感问题 不是你在那边讲 我要试问蔡英文 我要怎样 宏毅 你只要越做这些事 你越庆祝看看好了 越放烟火看看好了 一般人反弹会越大 是 休息一下 等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 好 当然这一次 这个选情 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跟小猪的风潮也很有关系 那么小猪的风潮到现在 也可以说 越烧越热 那么两位这个民进党朋友 在这边到底情况怎么样 等下来我们来讨论 先来看这个VCR 龙山寺贤挤得满满满 人多到几乎把马路都堵住 民进党发送3000只小猪铺满 很多民众起了大早 就是为了抢先一步 不过任养小猪 小鹰粉丝可不是随便拿的 七点多就来了 早上就来了 对对 对啊 我从桃园来的 这边是个人玩外型 我什么颜色都好 我这个颜色最好 蔡英文的魅力有多夯 原本现场准备了3600只小猪铺满 发不够赶紧再补1800只 短短一个多小时 5400只小猪铺满全部送光光 蔡英文无论走到哪 红包铺满跟着来 甚至连远在德国的小鹰后援会 也发起募集小猪铺满活动 民进党打铁趁热 发动小猪铺满计划 党工各个化身生产线作业园 民众不分男女老少 排成长长一条 这可不是百货公司中年庆 而是要来认购蔡英文的小猪铺满 谢谢 不只党部大方送 小猪也成了立委参选人 造势厂商的秘密武器 响应养小猪景小英的民众 还真不少 男女老少更是排起长长人龙 要来认养小猪 小猪铺满实在功不应求 另一位参选人干脆请人 连夜开车南下到工厂 抱回三千只小猪 其中来让民众认养 活动还没开始 先出动小猪充人进 又阿伯连继承车都不要坐了 先下车抢到猪再说 坐件车看到了 趕快下来的 对啊 特别要拿 你今天要拿几个猪铺 我跟我老婆更哪一个 跟女儿把成存型一直到时候 一起叫出来支持 养回来 再拿回来 养回来 民众誓言要将小猪养得白白胖胖 再捐给小英主席赞助他 原本规划十一月 让小猪分批回娘家 但不少支持者早就等不及 把存满钱的小猪送回来 国民党跟马政府 把我们的三只小猪 视为红身猛兽 是民进党的选举的操作 这样的说法 事实上在高出了民进党 因为这个是人民的力量 好 那么小猪这个事情 说就按照中国时报今天写的说 蔡英文的竞选总部的总干事 叫吴乃仁 吴乃仁 吴乃仁起初 还跟发言人陈其迈打赌 小猪充不破十万只 那所以呢 那两个拨是拨什么呢 拨公不成一万五百年 结果现在已经证实 已经快破二十万 所以吴乃仁就输陈其迈 那请教训言兄 会破多少 这个很难估算 但是如果这种热度不减 我看三十万 再往上都有可能 少早晚 细早晚就一直上去 本来我们的活动时间是规划到 差不多十一月底 十二月初 但是现在这个活动可能会再延续 因为有很多乡亲的抗议 他说 我在那里还没抓到 你就要把小猪召集回去 他没说我都还没有开始 他还没开始 你已经毕业典礼了 所以我们就只好 最近这几天 我们就会赶快再增加这些供给量 我每天出货 结果越欠越多 这个也在这里跟大家抱歉 这水红有点辛苦 说你那小猪的钱就要你去出 你去找就对了 五百万 这实在 我也不方便在这里说 这是一个专案 这是一个外档 但是现在对 没有啦 我今天就会给你 如果会说小猪的活动 全部都炸掉 这个五百万 我在想 军宪阿伯那你老婆 你比较多了 现在是怎样 我对台北市 我感觉我很过意不去 就是说 在中南部那些 鸡大家都拿到中南部 台北市我只有 龙山市本山 那些本山 我到现在台北市 没收到鸡 没收到八枝鸡 但是 北部交集比较少人鸡 不是喔 北部不是没人鸡鸡 我整个东部里面 也很多人打电话来 甚至我一些董 一些董事 大家也是在那里面说 台神啊 我们台北市哪里没有 这想象就是 工程生产真的没有 但是呢 我们很多人在标创意 我只能说台北市 现在出现很多养猪大户 大家都出名的 大家叫一叫的 市集整个地方你知道吗 所以在下星期 你想我们的 撒出来了 一定台湾人说 撒得最好吃 黑豬也最好吃 我们台北市 要去撒那些黑豬 有那些黑豬一定有结請 所以这些鸡鸡 那里面多少钱 那都不知道啊 那里面多少钱 那给大家悠啊 这次最主要 不是说你多少钱 我们放这个资产 那小猪 也不是说你要多少钱 来较到民进党 就是说这对台湾民主政典 或是一個選舉的文化 這是一個改變 大家做回來的一個參與 10塊20、30塊沒關係 有100塊你給我 我更加高興 所以民調顯示出來 最高興是一千元 這樣我就不好意思了 就是說民調顯示 說台北市民進黨健康 但是我要跟大家保證 從後禮拜開始 我們台北市 我要集數加溫 這樣喔 台灣黑豬 黑豬 黑豬沒有分辨 就不要吃黑豬 台灣人也說黑豬最讚 所以我台北市要送 最讚的黑豬 你是台北市的董事主委 主委 我想說你剛才說 你要保證 說要吊幾色 總統的選情 總統的選情 差會被撞起來會漂亮 我在說整個立法律願的選情 也都會水葬傳告 你說在最健康的地方 我知道這幾個月做保證 我十六頭也太不夠 但是說要怎麼將它衝到 對我們的支持者可以交代 說對傳統 對我們有怕夢的人說 你們在台北市打招 不要打招跟票開出來 因為在台北市那裡 去人害到 我也煩惱 所以我一定要認真打招 好 這是中國時報 禮拜四的社會論說 部會頻頻出帥 這場仗怎麼打 他就舉例 他說 譬如說農委會爆出 貧童先來補助取消的爭議 結果二十四小時政策又大轉彎 不只農委會 說教育部從來 從禁止師生練 禁止補習班 收六歲以下兒童 到抽菸不能當校長 更是連三錯 而且錯得沒頭沒腦 農委會教育部之外 說這個什麼 文件會竟在國慶晚會 夢想家上栽了個大跟頭 不但藝文界批評 聲浪洶湧 網路更有人發起 連署還錢活動 他說兩億多預算多半 擺在舞台相關的硬體設施 演出兩天加上排員場一次燒完 叫藝文界不心痛也難 結果他說 首長們都是已經就任三年多 甚至在行政系統歷練已久的老資格了 還會被自己的屬下整得團團轉 不能怪臥底 只能怪自己 這樣 其實我要問的問是說 曾說出錯會有人否則 沒有 有誰就缺 只有這樣嗎 有誰就留待 有誰就一定跟他講 是用這個證文 那不算這個嗎 那不是只有一個證文 今天文件會主委聖志人 這投書媒體 還在報索他的文章裡面 還在罵 往他途中在罵人 罵人互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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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選舉的政治操作 收集 一點自我檢討的心都沒有 我想我們看到這個 對馬英九政府的官僚 非常的心痛 是 報索 報索的社論有一點寫錯了 什麼是最近頻頻吞吹 這三年都在吹吹 最近頻頻吞吹 現在在說 我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看馬政府出這個問題 那不是說 是短暫說偶發的事件 不是 我說本質的問題就是這樣 所以一定會一直出題 不過 越來越選舉 他現在選到的亂 會讓你看看 我家裡吹吹而已而已 你說什麼夢想家 夢想家進行多少活動 天澳、花博什麼 那整個來累積到現在 這麼整個爆發 所以我等下說 無薪假 你看看我們頭髮人物一樣 同樣 你說得對 無薪假那是受到國際影響 但是你的政府 老闆的政府就說 我們要承認這個問題 想辦法找對策 想真相 對不對 你不是掩飾 然後半個戲說 馬英九 走去找企業界 所謂的企業界大老闆 所謂的電子業大老闆 說要把它押下來 那不是掩飾到問題 所以我說這個政府 能不出席嗎 一定出席 我現在都知道 民進黨有這麼厲害 部會裡面有很多臥底 好 請再消失 弘以 那如果是臥底 臥底的層級到部會首長 我現在覺得王建軒搞不好 也是臥底 民進黨臥底 吳清姬 對啊 吳清姬也是 陳五雄 陳五雄 我看都是臥底 弘以 如果用臥底可以解決問題 民進黨真的 之前會失去政權嗎 不是 我真的在這邊想 我覺得很多事情 不是說我沒有犯法 我是好人就可以解決 民眾觀感問題是什麼 我真的在這邊剛才講說 甚至不是寫信詩問蔡英文 我覺得不要詩問蔡英文 聖主委 你跟賴森講 把夢想家再演一次 好 全國聯播 然後同時語音投票 對 大家一邊看一邊問說 這個戲值不值得兩億三 兩億三 同意 投票嘛 如果投票出來 大家覺得 這其實值得兩億三 民黨就閉嘴 如果不值得兩億三 聖主委你就怎樣 鞠躬下台 我的意思是說 你怎麼可以這麼民粹 把藝術這種東西 交給沒有水準的人民 這根本就是民粹 不能公投 同意 這不是建國百年晚會嗎 不是給大家看的嗎 藝術是無價的 大家來決定一下 兩億三值不值得 百姓可不懂啦 因為沒有水準是不是 我簡單回應徐老師 我確定王建軒不是臥底 因為上帝站在他那邊 天佑台灣 問一下臥底的天助地藥是誰 馬英九 馬英九自己出錯比誰都多 還要怪別人 就像長江一樣 其實也沒關係 不是跟他說 經理不要 放給他 要連佛 加脫 入子 我們要在場 一年 去